我们发现到很奇怪的事情 就是前几天我们一直都在讲 州政府是在2015年2月 才把这个702这块地 LOD 702 转给这个Consultium Zenit 建海底隧道的公司 当时候我们也谈 为什么海底隧道 其中一个可行性报告 也就是三条大道的可行性报告 是在5月才完成 根据州议会临工程的回复 但是2月就给避了 那一个是之前的issue 我们已经拿出来谈的第一个issue 第二个issue呢 也就是今天的重点就是 原来在早两年前 当时候的两年前 也就是2013年的12月 他们的另一家公司 也就是Yuwin Zenit 已经在网上 或者是在外面做 那一个Property Fair 已经是在大力的推广 去宣扬 去做 找人家买这个计划 这个计划是一个最少1.5个minion 170万的计划 所以 很好奇的是 为什么州政府会允许 Consultium Zenit 在这么早之前 就有跟另外一家公司 好像已经早早就知道 有这些事情会发生下 早早就知道了 这块地 州政府肯定会批给你 所以我们现在可以 先承认另外一家公司 先卖便便 所以我们刚才提供的就是一些网上的资料 那一个Property的 website 2013年的12月 29号跟27号 我们都看到两个不一样的网站 都在推敲这个计划 所以整个问题非常的奇怪 2015年2月 州政府才给币 2013年的12月 原来有人已经偷偷的在后面都在买了 而今天我也收到一些购买者的 这一个投诉 因为他们很担心是 他们告诉说 过去的这几年 他们其实总共都已经给了 差不多120千 130千 发展上跟他们收这些钱 是做那些Infra Sop的家乐 通常这个家乐是收 是整个计划 先完了才收 但是他们都给了这么多 而且刚才我忘记说的是 其实发展上 还跟他们要多收购另外一个百二千 写这个发展上是 YouWin Zenith的 2013年的一个website 现在还有的 当时候他们说 他们在Switsky做promotion的